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迪真伟 今天请小朋友们拿出这本生活数学第一本下半年的新书 请小朋友们打开第20月 打开这个第20月过后呢,请小朋友拿出这个教具 每个人都会有一包教具的 我们一起来读题目 重量比较 两个比比看 哪一盘比较重 哪一盘较轻 再三个一起比一比看 最重的是哪一盘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好,他这边呢,有一个男生 这边两个盘是空的 这个哪个比较重呢 肯定是肯定去的比较重 这个上去的比较轻 OK,这个呢,看到吗 这个是四个,这个是一个吧 这个是比较重,因为它比较大个 这个很大个,但是小小个的 OK,好了,我们看下面的 哪小方块,代表菇类 分别放在左右手 比一比看,哪个较重 按 秤杆的 高低位置 在空盘子 上放代表的小方块 就是这个小方块 OK,这个代表的这个蘑菇 OK,然后这个玩具 OK,好,来,我们现在拿出这个 要怎样知道它要拿几个呢 就是,你看它 这个一个蘑菇罢了,就拿一个 OK,放在手 这个蓝色的一个,我们可以跟着拿 一个这样子,放在手 同样重量吗 同样,因为都是一个和一个 所以是一样重量的 OK,好,再来 第二个格子 它有几个呢 四个,对不对 一,二,三,四,好,就拿四个 OK,两个,两个,这样子 OK,四个 OK,好,这边四个 可是旁边这边也是四个 OK,就拿四个 OK,放在手上 OK,一样重量吗 一样,因为左右手都四个 四个,所以是一样重的 OK,再来 这个呢,是一个蘑菇罢了 还有这个呢,三个 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六个 OK,好 一,二,三,四,五,六 这边是六个 好,所以放在手上 哪一个比较重呢 肯定是六个的比较重,对 啊,一个的比较轻 好,它是这样子给你 玩玩看这样子罢了 OK,好 这个这样子拿了 就放回原位 放回袋子里面 就这样子完成了 OK,它是给你们知道 哪一个比较重,哪一个比较轻 OK,好,接下来 我们看另外一页 重量比较 两个比比看 较重的在格子中打勾 再找出正确 重量关系图 在跨湖中打勾 OK,它要找最重的 在格子里面打勾 OK,最重的是哪一个呢 小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 OK,这边是有两题 OK,这个是分格的 OK,这边是一题 这边是一题,OK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 这个有几个 一个,两个 这个有 一,二,三,四 有四个 所以哪一个比较重呢 比较重的是 沉下去的 OK,比较轻的是 浮上来的 所以是 这个对的 这个比较重 所以打勾 OK,再来我们看这一个 这个是 同样的 看最重的是哪一个 轻的是浮上去 对不对 一,二,三,四 这个是 轻,所以浮上来 因为它一个 这个,这个是四个蘑菇 它很轻 这是一个 蘑菇可是它很大个 所以它比较重 它会浮下去 这个会 沉下去 OK,会沉下去 所以在这个打勾 格子里面打勾 OK,再来我们看这边 这个它是要有关系 就是 平等的 它不看轻也不看重 这个是 看平等的 这三个图片 小朋友 你们看哪一个是平等的 平等就是没有斜斜的 然后很明显就是这一个 看到吗 这个 平等的 对不对 OK,好 在这个 框虎里面呢 打勾 OK,这个就这样子完成啦 好的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